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你如果听到我这样说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蛮强大的能量场 可是它并不是什么带来什么天灾人祸或者是什么地动山摇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我们内心一定有默默当中的反应 比如说我预告文里面不是有血吗 你可能突然想通什么 那这个突然它就是一个内部的大地震 或你收到了老天爷的一个sign之类的 所以你产生了一种概念或想法 然后带来了一些变化 那些变化 比如说想通了 有的人就说那我就辞职了 或有的人会觉得本来还奢望着 人际关系上能不能有求和的机会 可是想通了就 那就放血流好了 算了之类的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在十月发生 当然第一个是因为十月天海明形成相位 第二个也是明王在摩羯最后的顺行 这一次的顺行会顺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月一个多月来处理 或者是来彰显你有什么事情要砍掉重练 而这个砍掉重练也一定是 你纠结可能已经不止几个月 可能是一两年 因为明王在水平摩羯水平摩羯 这样就来来回回已经纠结了两年了 那这两年里面一定有一些 你早就想动念头想改变它了 比如说类似有的人说开餐厅 要不开要不开 要不要收 最终还是决定要收了 或要不开 最终还是决定要开了 一样的道理 而且这种变化有时候就很像 我们最近不是在看那个什么黑白大厨 一个成功的 它是个成功的节目 这个成功的节目带来的效应 就是里面的很多 比如说表面上是那些厨师的命运都改变了 他们有的店要重开 有的生意爆红之类的 可是你看不见的 比如说韩国餐饮在大家心目中的定位 或者是他们做节目的能力也好 或者是他们是个美食的这件事情 说不定也在你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文化的能力是非常厉害的 那很扭习 然后如果你开始想吃韩国食物 那你就知道了 你的某种观念也被改变了 这就是天海明的力量 他来逆转了 或忽然间怎么样了 而且他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明年星象非常的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既然是不一样 那他就是会开启新纪元 是不是 他开启了这个世界的新纪元 他开启了我们个人生涯的新纪元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在明年之前的此时此刻 有些东西就是要收拾他了 好像也许你要搬家 你这个房子要租出去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打扫干净 你的租金会高一点 然后你也才能够谈好了 搞定了 你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是不是 所以此时此刻就在2024年的最后这几个月 这种收拾跟过去告别是非常明显的 好 那跟过去告别不只是什么告别你的工作 告别什么有形的东西 他也告别了你某一种旧的心态 跟旧的生活方式 跟旧的自我定位 你把自己当神了 我曾经 我最近的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 我以前更像专家一点 然后更像专业人士一点 我很在意我的书 我很在意我的学术能力 然后功能 有没有好好的彰显 但是我现在也觉得 我的口语表达 我当主持人的能力似乎也很重要 尤其是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 我拿到了Podcast讲 那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老天爷给我的指令 天海鸣产生连线的时候 为什么它会产生我们内心的振动 或内心想法的改变 是因为你将得到非常多的天启 这个当然你要说需要敏感度吗 各位同学 我这一次看预告文 很多同学在下面写准备了 一针见血好有感觉 这意味着你们都有感觉 这意味着你们的直觉能力 你们的感知是一定都有打通 当然也跟这次的心象很强有关系 如果你够敏感 你应该能够sense到方方面面 我想我十月份运势都讲过了 我十月运势都有讲哦 各位同学 我都有讲冥王星会重启我们什么 你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我有讲 可是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太有感觉 一直到最近 你应该就开始很有感觉了 因为月中到了 因为木星逆行跟冥王星顺行几天了 效果就会开始出现 所以你现在开始很有感觉 那我那个时候十月运势是不是有说 我说你应该要开始打开耳朵 张开毛细孔 去感受周遭的一切 发生在周遭给你看的事 然后或者是 那个听到的声音 听到的话 或者是你眼睛看到的 或你身边发生了什么 给了你什么样的启发暗示 通通通都要揉杂在一起 然后走进 它可能也会震动到你的心 所以走进你的心里之后 你忽然间觉得 就忍无可忍不移再忍 是不是 然后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多么痛的领悟 或者是以前没有办法放下 一定是有舍不得的地方 你舍不得放下那一份薪水 那一份收入 那一份营业额 你舍不得放下的是 那个彰显你能力的方式 你可能很多原因放不下 但是 但是你现在会想放下 是因为它已经不合时宜 不再适合了 如果你还能够继续 那表示你只是满足现状 你没有想要往下一个阶段走 但是你的灵魂想往下一个阶段走 而现在你会感到恐慌 是因为你还没有下一步的凝确计划 你也不知道 假设你砍掉重炼好了 砍掉是砍掉了 但重炼会怎么样 不知道 对吧 不知道 目前是这样 所以就看每个人的勇气了 有的人很清楚 不管重炼会怎么样 也许也不够好 但是我必须 我必须往那边去 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艺人身上发 看到这个迹象 就是我也不知道此去结果如何 但我非去不可 就这一类的 对不对 懂了我意思吗 懂了我意思吗 所以有的人会做出一些惊人的决定 或者是 你现在看不懂的 其实都是因为灵魂深处 他有这一个想法 跟要求跟需求 而在我们身上也是 我们可能也会做出一个决定 那假设你要跟某个人绝交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跟他绝交 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就想绝交 我讲的好像是很负面的 当然也许也不见得是负面了 就是我想做这件事 虽然我不知道我做得好不好 但我想做 也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就像我十月份说的 处处都是天语 处处都有神迹 你如果听得懂 或你心态上产生了某一种转变 都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他会转变什么呢 第一他会转变表象 比如说你可能某些能够处理的 你就这样处理了 能辞的东西就辞了 或能争取的东西就争取了 能盖的东西就盖起来了 有表象上的突变 有表象上的突然转弯 急转弯急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天海鸣里面有个天 有一颗天 他就是非常突然 可能昨天也还下不了决定 今天就能下决定了 昨天还不是那样想 今天就这样想 就是这么突然 然后里面也有海 那个海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也是很神奇的 你肯定毛细孔是有打开的 所以你会有一种 神秘力量在推动你 甚至包括你做的梦 甚至包括你听到的 或抽到的签 或者是周遭不断发生 一些妙不可言的事 然后这中间还有明 明王星就像我们说的 他未必以前不是错 以前的一切 练就了现在的你 以前怎么会是错呢 但是他不合时宜了 你很清楚下一个阶段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觉得这很合理啊 比如说在我的身上 我过去写书的方式 是非常压榨自己的 所以我如果要写书 就不能这样子压榨 自己的方式写书了 那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吗 这就是我要自己 问自己的地方 要砍掉重练 要换一种方法 因为身体健康跟年龄 都不允许了 就这么简单 有时候也不是什么 这个方法能不能走进新时代 怎么会不走进新时代 我的整个记忆或能量 都累积的比以前更纯熟了 我可以写的更准 我可以写的更好 但是我有办法 在这样子闭关三四个月 然后痛苦纠结去写吗 也许这个方法已经不太适合了 因为我的身体可能承受不了 所以我得换个方法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那一定有一个什么事情 让你知道要换个方法 也许我病倒了 我就知道不能了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很忙很忙很忙 知道不能了 之类的 你就会知道 不合时宜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然后突然想通 所以你说砍掉重链 就是那个突然 对吧 所以每个人很有感觉 就是因为你们都get到了 这个能量 它让应该发生的事 都发生在你身上了 应该有感觉的地方 你都有感觉了 我十月就算讲了 你也许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此时此刻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等一下我就会来讲 我就再重复讲一次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很有感觉 我就来讲你哪里很有感 你哪里得砍掉重链 原因是什么 我想今天我不是来做一个预言家 今天我是来做集体疗愈的 你也来用你的命运走向来对照看看 就是他在你生命当中 原来是因为这个关系 是因为人的关系 是因为事的关系 是因为什么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 才会有这个状态 我想如果你对到了 你就知道你在对的轨道上 也许你的决定不会错到哪里去 这是我希望这次直播能够起到的功效 然后也刚好十月十月的中间 那不要等到一个月后十一月运势 再跟大家聊天 刚好在这个中间 除了我们有冥王星的三王星的相位 冥王顺行木星逆行 都是在这个月中以外呢 金星也要进射手座啦 然后太阳现在还在天平 再过几天 23号他就要进天蝎啦 所以能量场我们现在正在转变当中 那因为金星冲刺跟太阳冲刺 所以我们应该也会有一些冲动的决定 所以最近冲动特别多 我没有说错吧 所以今天来直播我觉得是刚好的 那如果是对到了你的对的位置 那你要冲动吗 你可能会忍不住冲动 但也许你想清楚了再做 不要只是冲动而已 你们在我的占星帮里面都不用担心 老师会照顾你们的 不要担心 那很多的同学也已经感受到了 这个突然转变的能量 然后就会说 我觉得我变得 我忽然变得好冷漠 你不要忍心 我觉得冥王 摩羯顺行 摩羯 自在摩羯哦 冷漠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要重新开始 我们要丢掉 砍掉某些 不应该再带到下一个时代的东西 我们的确需要冷冻 摩羯也好 土星也好 那就是冷冻 就冷一点 你不冷 你就会可能 可能还在那边什么 很容易被勤勒啦 你还在那边 不当的纠结啦 因为不能再纠结了 你不应该带着 不合时宜的那些过往 他过去就是太纠结 你纠结太久 没有什么舍不得 没有什么怕会后悔 你不丢掉以后才会后悔 你不改变你的态度 你以后才会后悔 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 不能再这样下去 可是会更好吗 当然会更好 当然 你不知道有些关系就是这样子吗 你譬如说 一个女生很喜欢一个男生好了 他一直一直对他示好 示好 示好 结果这个男的反而 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后来这个女生 想通了 我不想跟你联络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受不了 所以女生就冷下来了 冷冻起来了 你猜发生什么事 当然结果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个男的真的没有兴趣 他就走了 然后你们就没了 这不是也很好吗 因为他对你没感觉 另外一个效果就是 当你冷下来 他看到你不再步步进逼 然后他就冷静的想一想 你重不重要 然后他发现 你很重要 另一个结果就是有可能 他回过头来说 我不能没有你 所以不管是他走掉 或他回过头来说 我不能没有你 这是不是都是好结果 这是不是比这个女生 一直步步进逼 这男的一直后退的 这一个模式更好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正在打 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僵局 因为我们原来的方式 是不奏效的 再这样下去不行 以后当你做出了新的决定 就会开始有化学反应 你就会得到真正的 应该有的答案 不管是就冷漠了 或重新得回了 如果你相信你的人生是 明天会更好 我相信 如果你也相信 跟我一样相信 明天会更好 那就会更好 就算没有也是更好的 光是吸就很好 我希望大家能够收到这个讯息 这也是我要来告诉大家的 当然 明王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 是明王心 明王心一定也是不舒服的 所以各位 你感到自己必须冷漠 你感到自己必须放下 那个过程也一定很恐惧 因为明王心是 水象星座天蝎的守护星 所以我们一定会经历恐惧 我们太害怕了 我虽然给你打气 我告诉你明天会更好 可是你今天就过得不好啊 你如何相信明天会更好 而且你就算这个女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那个女生就算要放下 转头 我决定放下 的这一刻 她一定很伤心 她一定很伤心 因为她已经感受到了冷漠 所以她必须转头 你看 逼得一个 那么喜欢这个男生的女生 然后做出转头的决定 她受了多少苦 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 就是受这个苦当中 所以前一阵子 大家一定都很纠结 一定都很痛苦 痛苦到不叫苦的人都苦了 你看有多苦 我绝对相信 平常你觉得周遭看似 很坚强的人 他们最近都露出脆弱的样子 或疲惫的样子 或身体出状况 也许她外表还在坚 但是里面出问题 或你就是这种人 你有没有呢 你有没有忽然间 哪里起水泡 哪里肿起来 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都是在暗示你 你的状况不好 能量不好 所以最近医院 诊所 或者是各种医疗单位 应该也都很忙碌 大家都累了 美凤姐太美了 对啊 好可怕哦 这是几岁的人了 你看看 她的脸 摆在我的脸旁边 真的是 真的太美了 真的太丑了 太准 眼睛大过敏 所以你的身体的突然出问题 绝非偶然 绝非偶然 这个十月份 它都是一个sign 它都是在告诉我们 你压力过大 而且 我也觉得不意外 然后那个压力就是在逼着 好像这个女生的反应就是 你终于得要转头就走了 你终于得冷漠一下 你终于得控制 或者是得放下 放下 而放下是得到的开始 你会得到 也许是新的 也许是他的回头 也许是别人态度的转变 然后 如果最近生命当中的一些 旧与新知 突然都在这个时候 跟你打招呼 走到你的生命里 或忽然有一个什么主意 我觉得都很值得观察 不是说 他们一定都会成为 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要观察 这些事情 在告诉我们什么 这样懂 好 而且啊 我真的觉得 天海明三王星的联动 这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 也包括你自己的态度急转弯 也包括周遭的人态度急转弯 这个骤人的改变 除了表象上事情的改变 也包括你自己私底下心态的改变 对不对 也包括 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对你 也许在默默当中 有些事情在底下 已经不一样了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也许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了 或你其实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 别人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你了 你现在还不知道 但已经在发生 所以十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月 这是确实的 确实的 十一月份有十一月份的任务 但十月份的这种急转弯会蛮明显的 好 那这很需要汇根 很需要大家去连 我相信我线上的这么多位同学 你们有我的带领 你们一定能够连上线 一定能够连上线 好 今天的顺序呢 是水火土风 水火土风 我大概会直播一个多小时 我不会到四个小时 因为不是月运式 然后我也会一大块一大块的说 因为对水来说 对火来说 你们的冥王心是在什么宫位 然后单独个别的 我会小提一下 我会小提一下 一种Lay go的感觉 Maybe 当然被一个星象老师说 这个能量床很强大 可是 可是 我想每个人心里都强烈的感觉 可是生活当中还是日常 我们还是每天要过下去啊 好像再变又好像没再变吗 人生不就是每一年都是这样 然后默然回首 二十年后 哇 我跟二十年前差怎么这么多 所以不要小看每一次的变化 不要小看每一次的决定 你的现在也在决定你二十年后的未来 赶上了 老师最棒了 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常看到 有人会说师傅叫我师傅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我会员区的同学 所以这是我们的秘语 我跟他们说你们来我的会员区就好像拜老师一样 所以以后叫我师傅 就有差别了 我瘦很多 所以有点脸颊有点凹了 你会努力的啊 我会努力瘦漂亮一点 就是瘦 但是脸不要凹 哎呦 谢谢Lin 她说同学们请按赞 好 那水火土风 我们待会就先从水象星座开始 那水象星座的美凤姐所代言的Skin Essay Skin Essay是韩国顶级保养品牌哦 今年十月就是现在 在台上市 那包装也非常的漂亮跟精美 你看看是他们的外盒 然后 这个 舒眠夜间修护霜 它也俗称 睡美肌 睡美肌长这样子 是不是很漂亮 睡美霜 打造睡美肌 睡美霜 打造睡美肌 是不是跟美凤姐一样漂亮 这一罐 金碧辉煌 然后呢 你看哦 它这个盖子不是只有盖子哦 它还是一个 哎 这个 刮痧金盘 刮痧金盘 所以你可以拿来 按摩使用 就是使用这个保养品 晚霜的时候 可以按摩使用 放松肌肉 消除水肿 早上起来 你也可以拿它来刮一刮 好 那这个 这个我已经试用一段时间了 我基本上 因为是美凤姐代言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用它 然后我 我会用的量蛮多的 我觉得它有晚上在保养我的皮肤 跟修复我的皮肤 我这种感觉蛮强烈的 好 它是夜间的动灵神器 它就是夜 晚霜啦 等于是晚霜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质感 长这个样子 哎 哎 反正就是白白的 灯光好像太强了 有看到吗 蛮透明的 蛮水润的啦 你看 你看 蛮水润的 一抹开就透明 所以我一抹到脸上 我就觉得 哦呦呦呦 好厉害的感觉 很舒 很舒 很舒滑 然后 呃 我很喜欢 所以 我就忍不住 敷蛮多的 然后晚上睡觉 我就让它在晚上发挥作用 它会发挥什么作用呢 保湿 紧致 抗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抹过一些晚霜 抹了以后 第二天醒过来 觉得脸 好像是有保养啦 紧紧的 可是又觉得它干干的 因为它可能是不够湿 不够保湿 那 紧致是紧致的 但不够保湿就不行 那这一罐是紧致 保湿 抗皱 一次搞定 然后它还融合了 比非得适菌 来提升我们肌肤的活力 具有抗老修复功效 我想它找美鳌姐 它也在我这边置入 它应该就是我们这种35岁以上 35岁家的女性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也许年轻一点的肌肤 你还不需要这么滋润的保养 但年长一点的可能就会需要了 然后它也有这个世界级的生态吸收技术 把营养价值成分传递到肌肤深层 也可以美白滋润肌肤 然后也有薰衣草的成分 所以薰衣草芳香疗法帮助我们睡眠 因为你晚霜擦上去 好好的睡一觉 那它就帮助你夜间护理 打开你的毛细孔 提高你的吸收能力 所以这就是这一罐睡美霜 它是舒眠夜间修护霜 现在我已经用上瘾了 好那它们另外还有两罐 就是你也可以搭配使用 就是紧致霜跟美白霜 这个比较银色的就是美白霜 这个金色的就是紧致霜 那就是比较适合年轻肌肤使用 如果你有美白的需求 或紧致的需求 它长这个样子 它的包装长这个样子 这是美白 这个是紧致 美白就是银色的 那这一次 今天已经是16号了 有15天两周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限定优惠 首购组即日起到10月31号 如果你想试试看 这个Skin Essay的话呢 请到Skin Essay的官网 选择任何一个品项 可以马上打你88折 还有免运费 就是不用付运费 88折 然后以及你如果 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还可以再折100元 有需求的同学就可以参考看看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送出四罐 紧致霜跟美白霜随机 四瓶送给大家 这一瓶呢是2600多 所以中奖的同学 你就是得到了2600多的 那个奖品 那这个税美霜的话 是售价3680 那我们打88折 再扣掉100 用免运费 各位可以计算一下 好 那如果你想得到四罐 这个 想得到一罐 我们有四位同学 下礼拜三会公布得奖名单 那请你现在设公开分享 以及在下面留言 脸部保养品 你最在意什么功效 在意保湿 还是滋润 还是修复 还是美白 还是防晒 你可以告诉我们哦 好的 记得哦 10月31号前才有优惠 好 Skin Essay 就是主打 有专业的肌肤修复配方 然后又不粘腻 又好吸收 而且味道 舒缓疗愈 现在的保养品 味道一般来说都很高级 那韩国的我觉得也是 他们很会在这个部分 辱获人心 好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 第一组星座就是水象星座 巨蟹天蝎跟双鱼座 巨蟹天蝎双鱼 我们的冥王星 现在顺行了 在摩羯座 我们重生改造 想要换掉不合时宜方式的 这一股能量 它是发挥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宫位 所以我相信在人的关系上 我们都有明显的转变 不管是 你跟谁越来越有缘 你跟谁越来越没缘 或 你早就意识到了 你跟谁之间的关系 已经怪怪的了 然后现在果然怪怪的 或 好像可以成为好朋友 现在果然成为好朋友 或某一种奇怪的连结 你本来觉得不合理 现在越来越觉得合理 人际关系正在改变你 你的人际关系也正在改变 你的改变将是因为人 你也想换掉你对人的不合时宜的方式 比如说以前可能遇到一些约会 你的反应就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 可是最近忽然也可能忽然想到说 我为什么不出席 要不就去去看 可能就会有这种 去了也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那以后都去吧 或者是想要在人的部分 有新的应对方式 那相对的 别人看你也不一样 你可能也瞬间感应到 巨蟹天蟹双鱼 你可能也瞬间感应到 别人可能对你更加的在意了 在乎了 或者是你很清楚在别人心目中 他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他是很看重你的吗 他是很在乎你的吗 你应该也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所以当你意识到了 别人看你跟你 跟别人看你 连结你 跟你 看别人 连结别人的部分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想要砍掉重练 或者是我们有重练的一个情况就很正常了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重练在哪里 聚会大多言不及益 那一种聚会 你就可以 就是你可以拒绝的 不是每一场聚会都言不及益 对吧 那那一种你觉得言不及益的聚会 那就再见 sayonara 我们可能也 他因为是冥王心 所以他也可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危机 所带来的领悟 多么痛的领悟 比如说 有的人 我们先讲不好的 就是 如此的忘恩负义 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 所以我们说多么痛的领悟 当然你的认知跟对方的认知一定不一样 你对你所谓的对他好 说不定对方也觉得我快要疯了 好不好 这哪叫对我好 说不定对方的反应是这样 可是你一定有你的领悟 你有你的感受 所以这个方式该停了 简单讲就是不 与其说我们不再做朋友了 不如说先停止这样的方式 先停止这样的沟通方式 或者是做朋友的方式 或做兄弟姐妹的方式 或做夫妻的方式 先停再说 这是水象星座最近在人方面的领悟吧 有没有呢 大家都在回抽奖的答案 但是我也很希望听听看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人的突发变化 那三个水象星座有三种不一样人的区段 比如说对巨蟹座来说 就是冥王七宫 冥王七宫就是跟合作合伙有关系的部分 那前一阵子的 那个肖庆腾跟Summer的婚礼 Summer就是巨蟹座 各位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结婚誓词 要连结八辈子 你看是不是有一种命运性 事实上我当天在现场 我也起了一身脊皮疙瘩 因为我真的感觉到 他们不是在说假的 他们是真的在约定八辈子 然后而且我心里还默默想着说 哇人不能随便约定 这约定都会成真 可是他们想成真 好浓烈的感情 所以我跟你讲 你如果在现场 你会起一身脊皮疙瘩 每一个人都被感动死了 那对Summer来说 就是婚姻结盟合伙 你对这方面 已经产生了一个 好不是所有的巨蟹都结婚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有的人他在婚姻当中 他也有所谓的 我们要砍掉重恋 我们再也不是男女朋友了 我们现在是夫妻 还招告天下 那这也是一种关系的转变 或我们从夫妻变成朋友 也有 也有 说不定 当然那可能就是不合时宜了 所以我们要砍掉重恋 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的关系 所以对巨蟹来说 就是重新建立这种对应关系 或合作关系 或你平常怎么对人 很多巨蟹一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以前温凉宫减让 好像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 从现在开始我要凶一点 或我要 不要总是用温情的方法来对待你 我可能也要 该硬起心肠也要硬起心肠 是不是 一定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脆心 或一个在你对面 然后一直在压榨你的人 然后你终于受不了的话 你是不是会有这种反应呢 当然 我说过了 也有别人怎么看你 所以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 你现在的位阶地位 也许你被他看中了 哇 他现在的确对你很恭敬哦 因为你被看中了 你也会感受到你被看中了 你很明确的知道你被看中了 这当然是经过测试 那有没有可能你被看扁了呢 你也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也不是看扁 如果有的人觉得你非我族类 我们就不用再往来联络了 你也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有人好像跟你渐行渐远 所以更靠近或更疏远 最近会有蛮明显的一个征兆出来 老师今天看起来很瘦 气色好比较重要 瘦瘦瘦瘦不见得好 头发很长 我故意留长的 我还想留到腰 我现在就是想慢慢留 因为我的发型师说我长头发比较好看 它会拉长我的比例 非常有感 对不对 好 所以巨蟹 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连结的方式 或者是 你知道七宫也对应到一宫 就是你有了这个身份上的转变 或者是地位上的转变 如果你有地位上的转变 那你也要自重自爱 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 像个小可怜 像个小委屈 那也不会让人家更尊重你 那你现在都知道了 得到了一个sign 或者是知道了一个模式 那我们就要开始用新的方法跟别人对应 然后你才会更好 对吧 所以水象星座都跟人有关 巨蟹的七宫除了婚姻 也跟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也许他是个敌人 也许敌人 敌人也是你面前的人 你在意的人嘛 然后也许是你的合伙人 也许是每一个来跟你谈事情的人 因为他正坐在你的对面 那些人都算其中 所以你要换一个方法 对应对人了 你原来的方法真的不行 再用下去了 比如说你每次遇到人都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用这种很不安的方式 你再用这一套 你也会感受到别人对你不耐烦了 所以你赶快变 不要等到别人对你不耐烦 至少你自己先变 或你以前都很凶悍 现在可能要比较软一点 因为凶悍所得到的结果 已经不是最好的 他可能已经不合时宜了 好 这是巨蟹座 那天蝎座的冥王星在三宫 这当然是一个朋友兄弟姐妹 我自己就是天蝎座 我非常有感觉 三宫就是什么旅行 朋友兄弟姐妹 首先 我最近的几趟旅行 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叫换旅伴 以前我的旅伴就是金牌 那因为他很能干嘛 他什么都会安排好好的 我什么都不会安排 所以我很依赖他 然后每一次都是 只要有他安排的 他跟哪些朋友去 我就会跟着去这样子 可是他随着他越来越忙 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他很忙我就不出国了吗 我就不能玩了吗 所以我就在开发心旅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我最近已经开发了两组新旅伴 所以我最近的出国玩 都是跟不一样的人出去玩 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觉 我必须放下这一点 就是跟以前完全不同 而且大概就是这个十月前跟十月后 所以哇这个三宫我很有感 三宫也跟朋友有关系 或你以为的朋友 或兄弟 你以为的兄弟 你跟他bodybody 或你以为你很照顾他 他应该也会很照顾你 然后有可能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不是代表说 所有天蝎座都会被朋友背叛 不一定 有可能你一万个朋友 一百个 不要讲一万 一百个朋友里面只有一个王八蛋 但是就是你会对那个王八蛋很有感觉 他为什么我会用王八蛋三个字形容 因为他一定是你心目中的万恩负义 你对他好 但他并没有用你以为的 他应该 他应该谢谢你吧 他应该也对你好吧 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是冥王心 你一定被伤得很深吧 就是我们说的多么痛的领悟 那就冷冻啊 冷冻起来 我们就不要再用那个方法 所谓的对他好了 因为那个方法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他也有他的原因拒绝你 或他也有他的原因不爽你啊 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自己 就是不是一定是对方 只有对方的问题 我们自己可能也有问题 因为人际关系是会互动的 就好像巨蟹跟别人之间 如果你觉得你被欺负了 或你被错待了 可能你自己态度也是有问题 人家才会这样对待你 天蝎座也是 你以为的对朋友的方式 也许有些人受不了 那他就会在这个时候翻脸给你看 那你也必须改变对应的方式 或你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你没错 但你的确不舒服了 OK 那也是该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想离你远一点 那你也不要勉强人家嘛 你就让他远一点 这样的人有可能是朋友 有可能是同学 有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 手足同胞 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距离感啊 或者是一种很暗中的 很奇妙的一个化学变化 如果有化学变化 那就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 他不是一朝一夕 他不是只有这什么两三个月 可能从去年就开始了 可能有某一些种子已经一直在长大 那个不爽一直在长大 所以倘若啦 倘若这是一个不能切断的关系 比如说兄弟姐妹啦 或者老同学啦 以后同学会还要相见啦 你想追根溯源 你想知道原因在哪里 那你就要生亡 可能就很难讲 对方也可能很难讲 除非你想知道 或你想改变 最重要的是 借由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自以为 是不是出了问题 天蝎座 我们是否自以为了什么 我来看一下 说出 我们把它再说出来 心情会更好 还有表达方式 三公也跟表达方式有关 所以我刚刚才在说嘛 当我在这段时间 Podcast的这个部分 得了一个奖项 我就会觉得说 他好像在告诉我 这个是你做的比较简单 又效果很好的事 你应该多发炼 你力气在这里 我感觉到我有接到这个暗示 比起写书 比起我刚刚说的压榨自己 好像真的好很多 又很舒服 所以我是不是该改变了一些 不合时宜的方式呢 同样在发挥我的能力 同样在跟世界连结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说话的方式 所有天蝎跟外界沟通 跟外界说话 跟你表达自己的方式 你怎么去说出你的话 你还要这样说话吗 比如说有的天蝎座 说话比较尖酸刻薄好了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 他尖酸刻薄 他会觉得我是幽默 但是随着外面给他的反应 是不舒服 不幽默 我们听了很不爽 随着这样的讯息 如果变多 如果你是天蝎座 然后你觉得你收到了这样的讯息 那你就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 因为你过去的说话方式 已经不合时宜了 你要你确定 你要把它带到下一个阶段吗 你要在新的阶段 明年有多新 明年除了冥王星 开启20年的新旅程 在水瓶座的新旅程以外 土星海王星还要进到 黄道第一个星座 母羊座 你看看他 这双重的新的开启 明年有多新 你确定你要在明年 至少12年周期 20年周期 你都要继续的不受欢迎吗 你确定 对吧 不想吧 不想再用旧的 对人的方式 一直引发 别人的反应 的话 你就要改变 从现在开始 你也要有意识 说话的方式要改变 AI写书 直接叫AI写书就好 干嘛我写 AI应该 就是伸出一大堆 我老生 太累了 那再来就是双鱼座 双鱼座的话 冥王星在十一宫 在十一宫的这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说在圈子里面的地位 或者是你一定有感觉 我想到双鱼座 我就想到康永哥 康永哥不是最近 在这个KOL圈里面 比如说他上了很多YouTuber 阿滴 有采访他 博文采访他 白银果采访他 康永哥是双鱼座 然后最近都有大型的活动 或跟大众接触的机会 或者是类似有逛街吗 有置身于人群当中吗 一定都有这个机会 或参加什么会议 然后你代表着某一个单位 或者是你去参加圈子里面的盛会 聚会 在里面跟人打交道 人际关系可以说是打开的 因为十一宫其实也是朋友宫位 朋友变广了 你最近往来比较密切的朋友 一定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换了一批 混的圈子更广 你的涉略层面也更广 或更多人知道你 对于有一点年资的双鱼座来说 可能有更多人认识你 而这一份人气 这一份某一种社会地位 或者是别人对你的期待 有可能你是被拱起来干什么的 如果你是被拱起来做什么公主 可能你也不能用以前对待 这个圈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件事情 你要换一个新的方法来面对 你可能要意识到自己该长大 或自己的野心 或自己要开启跟这个圈子的新的互动模式 脸部保养最在意保湿跟细纹 哦你不想要细纹 应该不是想要细纹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啦 以对双鱼座来说 尤其是现在土星跟海王星 又在你的命宫 搭配着这个土海来说 我觉得现在都是 我反而不觉得双鱼座是 牺牲奉献 或者是在圈 我反而觉得你们在圈子里面 是越来越有地位的 然后这种随着别人对待你的方式 我觉得双鱼座也在吸收能量 如果你现在吸收到的是 大家很期待你 大家很拱你 然后你也很想要跟大家换一个方式来联系 比如说担负起一些责任 或等大人 或者是做更多跟人的连结有关的事情 因为你做得到 你刚好在那个四通八达人际网络的正中心 别人可能还做不到把这一群人跟这一群人连起来 而你做得到 双鱼是做得到这一点的人 那你就来做吧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个新世代 这个新世纪 只要双鱼愿意换一个姿态来面对 所谓的朋友或外界 比如说更成熟的姿态 把以前那个不合时宜的 比如说以前可能有时候会 不要不要 我还好 不要找我 可是现在你可能要大气一点 霸气一点 更有承担一点 然后而不是把自己躲起来 隐形起来 对你的下一个阶段会更好 现在是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越大方 你越融入 你越愿意交朋友越好 而且某种程度成功不必在我 双鱼座 你的朋友因为你而连结 你永远就是那个中心 你将永远是那个 雀桥 把它连起来的雀桥 这也可能是 你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情 因为下一个阶段 冥王星将会进到雪尔宫 那那个是真的有一种 牺牲奉献的感觉 可是如果你现在就把桥建立起来 那个时候的你就不会隐藏了 那个时候全部的人还是围着你转哦 双鱼可以浮出水面了吗 是的 当然 好 当然 我没有我没有讲到金星啊太阳 那个就是等我们十一月份运势的时候再来讲的部分哦 好那下一部分呢就是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就是牡羊狮子跟射手座 牡羊狮子跟射手座 冥王星现在顺行在我们的土象公位 所以火象星座的人 你重启的 你改 你改变的 突然改变的 你想改掉的不合时宜 一定跟你的生活模式 工作方式有关系 或你的身体 因为土象公位就是这些很务实的部分 他已经显像了 他已经显化了 你不可以不重视他 你得换个方式 砍掉重脸 土象公位我一向觉得 他是蛮明确沉重一点 或者是具象一点 但是也比较好处理好解决的 他比起那个心理看不见的部分怎么了 更好解决一点 他就是你得下定决心 有点类似当一份工作如果不适合你 那你就辞职就好了 可是多少人不敢辞职 你换一份新工作就好了 你换个做事的方法就好了 但你敢换吗 但是我相信了 不管你敢不敢 你都得换 你已经在换 或你已经在急转弯了 因为 时候到了 不得不改变了 不是吗 你再不改变你都知道不行 很明显的有些事行不通 比如说 赶不出来了 做不到了 或身体出问题了 就是很明确你会知道不行 这就是土象星座 火象星座 牡羊 狮子 射手 那待会我们会各自谈一下 就是各自谈一下 但是今天我们要谢谢美鳌姐代言的这个 Skin Essay Skin Essay是韩国顶级保养品牌 那十月在台上市 然后美鳌姐是代言人 那她是专业的 几乎修复配方的保养品 那使用上呢 不粘腻 好吸收 而且味道很舒缓 轻柔 舒缓疗愈 就是没有那种人工香精的味道 那这一个呢 是舒眠夜间修护霜 昵称睡美霜 越睡越美哦 那我最近的晚霜就是使用它 它上面还有这个 这个刮纱的这个金盘 刮纱金盘 所以就是 你可以拿来去水肿啦 或者是紧致你的脸庞啦 想要刮着脸的话 在保养的时候 你就可以刮一刮 保养品上了之后就很好刮 它设计得很巧妙 这样黏在一起 就黏在一起 有一种磁力 然后打开的话呢 它里面的霜 质地也是非常的 你一看就觉得哇 很顶级 就很湿润 我刚刚一开始有给大家看到了 那里面的成分也很厉害 因为我们可以叫它说是夜间动灵神器 它有保湿 紧致 抗皱 三种功效 一次搞定 对中高龄的女生来说 我觉得它是非常棒的 因为我敷它以后 第二天早上洗脸 我的脸是不会干的 因为有的晚霜擦了 第二天就很干了 睡眠当中就干了 第二天洗脸 你还会觉得 就是那种滑滑的感觉很明显 我就很惊喜 就觉得哇 它的功效好厉害 然后还有 它有世界级的生态吸收素 能够提高 把那个营养成分传到肌肤的深层 还可以美白滋润肌肤 然后也有薰衣草芳香疗法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帮助睡眠 然后帮助我们夜间护理 打开毛细孔 然后再加上这个刮砂棒 刮砂盘 可以让我们放松肌肉 跟消除水肿 所以这个产品呢 现在到10月31号 是特会期间 我们只要到官网 Skin Essay的官网订购的话 88折 88折免运费 而且你只要是我们 占星帮的帮友 你还可以再折100元 所以算是非常优惠的一个状况 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产品 然后他们也有美白霜 跟紧致霜 那这个银色的就是美白霜 然后金色就是紧致霜 这就比较适合年轻肌肤使用了 当然中高龄肌肤 你想美白也OK 紧致也OK 好 那这个 我们今天也会送出视频给大家 大家请在我们的直播下面 社公开分享 并留言 你脸部保养 最在意什么功效 我们脸 在意什么功效呢 是紧致 美白 还是滋养 还是修护 那我们下礼拜三就公布得奖名单 视频送给大家 我们说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在土工位 对不对 土工位就一定会影响几个层面 我们刚刚讲身体 另外一个是工作跟职场 还有呢 身份地位 身份地位 尤其是时工 尤其是牡羊座 来来来 牡羊座 牡羊座名王星就在时工 我再举一下肖敬腾跟Summer 肖敬腾就是牡羊 时工 时工就是更 那个 那个 位阶的提升 比如说 从无壳蝸牛变有壳 从员工变主管 从个体户变老板 或从单身汉变人夫 这都是位阶的提升 或从顶客族变成爸爸 有小孩 爸爸妈妈 这个都是所谓的位阶的提升 或升官 或 你 我刚刚说过了 你不能再用不合时宜的方式 来应对这件事情 所以有很多牡羊座 他也会给自己定新的目标 也就是说 你对成功的目标 定义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最近一定有非常多的Sign 出现在你的周遭 他开启了 某一种野心 牡羊座有没有 你开始比较有野心了 以前你也不是没有 但是你比较像是 乖乖听话吧 安静守本分吧 牡羊座比较是这个样子 守好你认为的本分 但是你不知不觉 你在这个社会也好 因为时空是看得见的一个位置 所以也不管是你的自我定位 也包括社会对你的定位 已经有了一个新定位了 所以 比如说我们对你有不同的期许 或我们已经 想放弃你了 之类的 也有可能啊 你一定可以感觉到 外界对你的变化 跟你自己内心的变化 弄不动你的 也就会想放弃你 因为觉得啊 没搞头了 比如说 以前一直想跟你合作的人 你现在已经想离开 他的那个领域 你可能就是拒绝了 他也就不会来找你了 这种化学变化 也会发生在 牡羊的身上 或名声地位 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声地位 那你还要用以前那个方法去应对吗 你可能也不宜再用以前的方法去应对 所以这一个冥王心的顺行 对牡羊来说 除了我们说 你对事业可能有新的一番格局或想法 而且 可能蛮大的哦 如果是往上的 想要打造更大的领域的话 你这个野心可能就会出乎我们意料的大 场面也大 欲望也大 可是你也的确冒了比较大的风险 冒什么风险你自己心里明白 不成功变成人 非成功不可 所以其实 牡羊座在寻找新的方向 或者是在事业上展开新的企图心 自己也会有点怕怕的 但没有关系 我看好 我看好牡羊 我看好牡羊 只是说 你可能也必须洋气你以前的 比如说过度保守啦 只会乖乖排啦 或觉得乖乖的比较好啦 你可能也要洋气这个做法 一定有某些人事物让你觉得继续这样乖乖排下去 其实是没搞头的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或类似你的上级长官 你所在的公司 我刚刚说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你感受到了那一种 不能再这样下去 不合时宜的方式 不能继续 你敢吗 牡羊座 你是乖乖排 每个人都有很多捆绑 比如说 再几年 我就可以拿退休金了 再忍多久 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有很多捆绑 这些捆绑也正在捆绑着 所有的母羊座 我也不是说 唐老师在这里 叫你抛开捆绑 怎么可能呢 你在这个时工 你就一定有你的社会角色 你有你不得不被捆绑的地方 可是 如果你改变不了现状 你可以改变你的心 你的心态上 也许 可以让你有心的 面对危机的方式 因为改变不是一朝一夕 尤其你走的是时工 对牡羊来说 改变不可能一朝一夕 所有的火象 就是牡羊 狮子射手 我们都在土象攻卫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改变不是一朝一夕 可是你有一个方向 你就知道该改变了 那我们有身在牢笼的地方 所有的火象星座 你有你的职责 你有你的义务 你有你的社会角色 你不可能马上转身说走就走 就算你要离职 你也要交接 不是吗 那至少你面对长官 那面对上级 面对那个大的单位 大的公司 你的心态是变的 你以前可能是听话的 公公进进的执行任务的角色 你现在可能会有一种 我想跟你平起平坐 或我其实 我可以决定我要吸收你哪个部分 而拒绝你哪个部分 我要开始为我自己着想 母羊座 我要开始为我自己着想 我要把心放在一个 不要被压迫的地方 最少你的心可以做到 或者是你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位 我的定位已经在什么地方了 那不值得我再去太在意的阶层 因为这个时光跟阶层也有关系 他们的反应也可能我不用往心里去 因为往心里去 我就会又 这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救方式 你要懂得安放那些负面的东西 负面的情绪或压抑 要懂得去释放它 那母羊座释放的最好方式 就是多出去走一走 或者是运动 把它发泄出来 然后或你用更好的表现 去让自己专注在好的表现的部分 这样知道 而不是一味的概括承受所有的压力 好哦 那再来就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话呢 我上身狮子 所以我又可以聊一聊我自己的经验 我们的冥王顺行在六宫 六宫就是健康 直接健康职场的这个部分 那我自己最有感觉的就是 我开始觉得我要换个方式来工作 我可能不是换工作 我是换个方式来工作 因为我我刚刚说过了 写东西写的我满头白发 然后说 可是说却很 说出一片天 是不是以后说的多一点 写的少一点之类的 换个方式做事情 或者是我以前写书啊 我都会需要一个垫背的 就是我可能不能再 我必须改成不需要垫背的 我也要做到这件事 这是我的体会了 所以我完全完全的意识到 就是我不能再用以前的方式来工作了 你以前的工作方式 可能是非常劳心劳力伤身体的 非常弱国战的 狮子座 非常兢兢业业势必公清 可是有必要吗的 那或者是你很重视各种细节 势必公清 哦有必要势必公清 到这种程度吗的 你一定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 你该升级了 狮子座 要你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或模式 不是要你 阳气拒绝离开 而是你该升级了 黑六宫太容易 一头埋在里面 然后你也开始产生一种幻想 我不这样做就完了 我一定得这样做呀 你要我放掉 不要管那么多细节 怎么可能 哎我忽然想到周康好 他就是一个开演唱会 什么都要管的人 他曾经告诉我 他说老师我好累哦 唐老师我好累哦 一定要这样吗 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要这样 因为你旁边绝对已经有非常棒的人 他可以帮助你 他们也值得你的信赖 你敢不敢信赖他们 你敢 我相信狮子座敢 但是狮子座不相信自己 不相信自己 放得下 嘿嘿 但你必须放下 因为原来的方式 不合时宜 他已经伤身体了 你一定知道他伤到你哪里 比如说你看起来变老了 精气层变叉叉了 眼睛变不好了 我就有感觉 很明显的感觉 原来的工作方式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 除非你想付出健康的代价 因为你会很明确的感受到 你健康代价是付不起的 我刚刚说了 对火象星座来说 你还要有新的养生方式呢 你现在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 比如说应该有医生告诉你 你不可以再这样 你要开始从现在开始几点睡觉 或者你的皮肤一定要怎么怎么做 你才可以怎么怎么样 你的眼睛已经到了 每天要点饮药水的地步了 不点都不行了 这就是已经是个病人了 所以狮子座的同学 你现在已经到了 有氧身体就会好 蛮明显的好 没有氧就不好 你已经到这个康杂了 你还能不管你的生活吗 你还能继续那样糟蹋自己下去吗 我说过了 我们已经怎么说呢 多么痛的领悟 这两年 你应该有很痛的领悟 你的领悟是什么 好 讲到六宫当然就会跟健康有关系 所以我就多念诗子做两句 那当然你也会发现 当你有在调整 比如说我在调整我的体重 为什么要调整体重 我太年纪大了 我不能再那样高脂肪 然后内脏脂肪很高 然后整个人处于那种 哪个地方出错 我就来一场大病的阶段 我真的被我的健康检查报告吓到 然后再加上眼睛 对不对 再加上筋骨 哇 一切都告诉我 你得换一个活法了 所以身体轻一点 你看我少背了十公斤的包包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轻盈很多 我就有机会健康了 这就是砍掉重练 好 这个砍掉重练以后 我也改变了生活方式 比如说能走我就尽量走路 同事可能不觉得 但其实我有 我愿意走路 以前到哪里都要坐车 坐检车 我现在愿意走路 尤其是天气凉了 不要不相信 我愿意 那我们就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不对的 不合时宜的砍掉重练 模式砍掉重练 还有他跟员工有关系 所以你的员工一定也有砍掉重练的地方 比如说你是怎么跟他们应对的 或他们对你的态度 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代表不好哦 也许是他们从很怕你到很亲近你 或者是他们跟你的 他们跟你的互动关系 像我也是小老板 他们跟你的互动关系也跟以前不同了 你会很明显的有感觉 那你也可能另眼相看你的员工 借由某些事情的发生 你觉得他其实蛮有能力的 他其实蛮有趣的 他其实不行之类的 你也有你一定也有新的看员工的角度 或你是员工你有新的看你这份工作的角度 以至于如果你产生想砍掉重练 你想离职我也不会太意外 但我相信了你一定是有从一种头埋在沙子里面那种鸵鸟 然后硬碰硬硬硬做的那种状态 你头终于有点抬起来 有点看懂一些事情了 是因为怎么呢 是因为有痛的领域 或有福治心灵 有某些事让你知道不可以再这样下去 或有某件事情让你很惊喜 这个哇他们长大了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心很中性 虽然他看起来是来让我们丢掉东西 可是他是为了更好而来 真的割掉肿瘤的概念 把不对的东西割掉 当然会更好 是吧 好 自己重新投胎比较实在 我刚刚说过了 土象公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 土象公卫我们一边有理解觉知 可是我们一边还在这个蜘蛛网里面 比如说你的某一个方案还在进行中 你怎么可能说抛弃就抛弃呢 你可能还是要去当中苦苦摸索 一个比较好的做事方法 除非你已经是人上人了 我爱做我不做 你还可以挑 那你就挑 你能挑你就挑 你不能挑你就要纠正跟调整你自己 这是狮子座 那还有一个多月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觉得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法 那这也是你在健康也好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 去磨合 去磨出一个新的好方式的一个重要阶段 好哦 那最后一个火象星座就是射手座了 射手座 这个星座也是蛮受瞩目的 因为你们现在木星守护星正在逆行 正在逆行 所以一定有一种收 收缩一点的 我在周报文上上周上上周的周报文有写到嘛 木星逆行就是泡沫消失 我们过度乐观的地方消失 所以有点像海水退去 我们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那所以海水退去了射手座 你可能也得到了一些第一阶段的观察 就是你的合作关系 因为木星是你的守护星 它在对面嘛 我常常觉得哇射手座 因为这个守护星 你一定很想打开你的现在的视野 你很想要去外面看一看 你想要换一个人生过过看 换一种活法过过看 所以再没有人比射手更想要冒一个险 或者是你已经在冒险当中了 或你被放在一个必须冒险的位置 不管这个射手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 然后现在就是潮水退去 你本来可能还可以自欺欺人 假装乐观 但是倘若你骨子里也不相信乐观 你是悲观的 那么现在悲观的样子就会露出来了 可是我不是说射手运不好 不是的 我不是说射手运不好 我们要讲的是那种一种能量的转变 所以射手要开始用一种比较务实的 跟你开始会收到了一些反应 反馈来知道你是不是过度乐观 也许你过去乐观的刚刚好 所以现在也没有差别 但是过度才会被修正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冥王心在二宫 二宫也是土相中位 二宫貌似表面上跟钱有关系 表面上 但某种程度它跟自我定位有关系 所以对射手来说你更在乎的是你对自己的定位 你是为了这个而想砍掉重练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射手都不会后悔自己做出的选择 因为这看起来像大冒险 但是却也是他计算过的 他觉得他可以承担 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承担 他也觉得凭自己的能力 凭自己的实力没有问题的 所以所有的射手正在往这个方向前进 那当然表象的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第一个他一定也跟身体健康有关系了 所以射手也一定有所谓的体能挑战的感觉 你使用你身体的方式要改变 不合时宜了 这个你怎么使用自己的身体 你怎么使用自己的金钱 你怎么赚钱 这个部分很多射手都在想方设法 因为你过去有很痛的领悟 比如说以前收费太便宜了 或以前开价太低了 或以前我赚钱方式太傻了 或我以前投资问题很多什么的 你想换一个方式 你有很痛的领悟 或你以前总是怎么样跟别人应对 我们说你的自我定位 我把自己定位成做工的人 然后别人就把你当做工的人 不是说做工的人不好 而是你可能其实没有要当做工 你可能更希望别人用更有尊严的方式来对待你 而不是只是交代你做什么事情而已 要看到你看到你 要肯定你之类的 你可能很在乎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浮现 所以你就开始采取行动 我们刚刚讲的自我定位 不是用这种自我定位来对待你的 你拒绝接受 你也给自己打造了一个新的定位 跟新的安放灵魂的方式 安放你自身角色的方式 或者如果有射手座 你觉得外面处处在跟你过不去 那你就回到二宫 那你就好好照顾自己 至少你要把自己顾好 你外面好像有的射手的确有一种四面围城的感觉 因为能量场在别人手里 好像谁都可以对你怎么样 那既然如此 那至少我没有放弃我自己 这是你该做的 因为这可能是你最后的堡垒了 所以你反而要让自己看起来精神更好 更神采奕奕奕 更自我珍重 就是我没有被打击 我还是那个寒风中的梅花 就是让你们吓一跳 我挺得住 你以为花会泻 我不会 射手座展现你坚强的一面 这是冥王摩羯二宫 你一定做得到 你一定挺得住 你一定可以让我们吓一跳 刮目相看 好 那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观众相看 不见得是做什么 你光是好好的保养自己 保重自己 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可能就吓到人了 因为可能别人觉得 这个狂风咒语 照理说应该淹水成灾了 应该里面家具都是泥巴了 没有 它看起来很好 精神依奕 能爱你的只有你自己 把自己坚强起来 爱起来 好 这是最至少至少 我觉得射手座应该要为自己而做到的 那在这个部分重启 在这个部分改掉不合时宜 改掉以前的那一种方式 以前的自我定位 以前的价钱 以前的价位 以前的投资方式 都不合时宜的 不合时宜的部分都改掉 那如果你感觉到 假设我们其他不是射手座的人 我们感觉到射手座变了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也要检讨我们自己 我们对他的方式 一定也是他不爽很久的 他才会变 我们使用他的方式 我们面对他的方式 是射手心目中觉得错误的 所以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对吧 射手座 我有说中你的心声吗 如果我有说中你的心声 就给我个爱心 然后我也希望提醒别人 就是请注意你是怎么对射手的 好 哇 好的爱心 谢谢大家 好 那下一个 对 说中了 你那个中是 很中的中 下一组就是土象星座 土象之后是风象星座 好 那我们来看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 我们的冥王星 现在最后的一个多月 会重生 改掉不合时宜 在我们的火象宫位 所以土象星座的金牛 处女 摩羯座 你们的火象宫位 就是一宫 五宫 跟九宫 你们想 你们都在改变自己当中 把自己过去 那个不合时宜的部分改掉 或 你们其实这样很久 你们默默的 早就觉得哪里不对劲 然后 现在更有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个豁然开朗 也许是上个 前一阵子吧 我不知道 也许去年就开始了 也许年初就开始了 或也许上个月开始 或也许这个月开始 你有一种 重新做人的感觉吧 或 我们有机会 用新的眼光看你 所以你也可能会 听到有人说 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 怎么这么可爱 怎么这么 其实你蛮热情的 我们平常都看不出来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吓一跳 土相可能会接到 别人的这种感会 对你来说 有的是土相星座 刻意去展现 我 我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你对某些人开门 你对某些人关门 有的是土相星座 金牛 处女摩羯 刻意去做 有的时候是 命运的安排 一个不小心 我们就看到你的另一面 然后我们就对你另眼相看 命运的安排 你没有故意 但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另一面 那这个另一面 看到了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也许你会被看到 你很特别 你会被看到你很 你很 你很优质的 另外一面 或你被看到了平庸 或你被看到了 另外一组能力 跟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土相星座 也可以去问问别人 是怎么看自己的 也许你会 除了你自己的自我感知以外 你也可以从别人那边 收获到很多 你要从哪些别人 收获到很多呢 比如说金牛座 金牛座的话呢 冥王星在九宫 他在这里顺行 九宫比较抽象 但是也不是那么难 九宫的话呢 我觉得找回初心 找回自信心 或者是你在跟海外连结的方式 将会走一个新的模式 新的路线 所以如果这个金牛座 你有所谓的海外客户 你有所谓的海外市场在经营 那么最近一定有很多事情 在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海外有可能成为一个重点 那或你跟他们的合作 要打掉重链 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 会更好 因为对方可能也会 因为九宫是国外 如果你跟海外有联系或联络 他们也是不同的文化 你自己也要砍掉重链 不只是这个 你们的合作项目要砍掉重链 你自己也要把自己本身的态度啦 融入文化啦 比如说假设一个艺人 他要去韩国发展 他是不是就要去适应韩国的文化 如果一个金牛座要去海外发展 你就是要调整你自己 某种程度砍掉重链 然后信念怎么也要改变 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金牛座都会出国 不一定 不一定 好那九宫代表什么呢 九宫也代表某一种自我认同 比如说什么东西可以燃起你的热情 你又在什么领域特别能够点燃别人的热情 你要找这个东西 尤其冥王星在摩羯座 在土象星座 刚刚我们讲在土象 在我们火象星座的土宫 土象星座 所以那个土的感觉特别强 那在你身上虽然他是火宫 在金牛身上是火宫 可是他还是土象星座呀 摩羯座呀 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有压力的 你不调整不行 你得调整你自己 你得适应新的文化 新的工作文化 新的企业文化 如果你能够调整 九宫的门很开 九宫有点像你打 你打进了海外市场或外国市场 那跟全世界联动的话 无限打 就好像旅行 国内旅行就是我们台湾嘛 国外旅行就是好多国 你哪里都能去 你爱去哪里去哪里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更开拓的空间 那某种程度对金牛座来说 你有没有跨领域的 过去以来跨领域的想法或概念 现在你也会很清楚的知道 那些跨领域你有跨出结果来吗 跨的如何呢 那这个部分都会能够开启新的模式 或新的商机 应该这么说 像我有一个金牛座的朋友 他就是最近很爱在海外的网站买东西 然后就给他买到好东西 大家看了都很喜欢 然后有可能他就变代购 就是最近有可能跟海外有关的事情打掉重链 那他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商机呢 非常有可能呀 是不是金牛座 好那更不要说我们说 土相的同学金牛也好 处女也好 摩羯也好 你们一起听 你们一定有自我认同 你对自己的自我期许 你意识到了自己能不能认同 你很能认同或很不能认同 然后采取了某种行动 因为在你的火象宫位 所以你的态度会非常的明确 你也会得到别人对你很明确的态度 别人更喜欢你了 或别人更怎么样对你了 很明确的收到 好金牛是九宫 那么处女呢 处女在五宫 处女在五宫的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一定要表现出来 五宫是什么 武功就是舞台 武功也跟子女关系有关 武功也是所谓的舞台效果 最近不是很多人舞台效果出问题了吗 乃哥他跟秀慧姐已经和解了 但是乃哥就是处女座 他的舞台效果之前引起轩然大波 大家都知道他是直率的大哥 讲话向来是这样子心直口快 可是心直口快出一个问题 出两个问题 现在又在这个结果眼又出一个问题 你真得改改了 是吧 所以我相信乃哥也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 那从现在开始我也相信他会变哦 我相信他会变 那这就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外界 你的表现是什么 乃哥是口直心快 有的人可能是太害羞了 你是不是要改掉你的害羞呢 那有的人很可能 就是你过去的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 你的自我表现 本来你不觉得那是害羞 你觉得那叫礼貌 但是他一定已经不合时宜了 你可能透过前一阵子的某些错误 或者是某一次偶尔的嗨 偶尔的活泼 然后得到好评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告诉你 你就是应该要活泼一点 你看得到好结果了吧 或者是你一直在忍耐某些事情都不表达 然后受了很多的委屈 然后你现在一表达得到道歉了 早知道早点表达 对不对 因为你过去的方式不合时宜 然后你在武功 你也会发现当你用对的方式 你得到了好的效果 会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这样做就对了 那样做就错了 或那样做就衰了 就倒霉了 哇 你马上分出来 那你怎么能不往对的方向走 可是他又跟我们很本能的表现有关系 所以要处女座改变个性 也不是一朝一夕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土象星座 包括处女座 你一定也收到了 对啦对啦 我知道我活泼一点会比较好啦 对啦对啦 我知道我不要心直口快比较好啦 接下来就是你得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戴上新的面具 处女座 先从戴面具开始我没有要你从内而外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不需要可是你至少戴个面具 戴面具就是有一个当我出现在大家面前当我要跟大家站在一个比较被看见的位置 你就得化妆就得戴面具就得要拿出一个样子一个新的样子把那个旧的不合时宜的你以为比较对但是其实不对的方式那个面具丢掉那个形象丢掉你要摆出新的样子 甚至于你会发现这件事也没那么难做到除了戴面具你有时候换件衣服就够了 换件衣服就会换我们对你的想象 而且衣服造型也会说话当你想被好好对待的时候你就好好地精致地打理自己你也会发现别人都礼貌很多 你可以玩未来一个多月你可以玩玩这个游戏你看看你的打扮能不能影响别人对你的方式跟态度 如果难你就知道这个很重要戴上对的面具很重要好吗这就是武功 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时间的土象星座你们自己本身比较迟钝 第二个冥王心顺行也在土象星座 所以你们终于意识到可是要改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可是你要有意识OK 好那再来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话冥王心在义宫 那当然这个冥王心在义宫 有一些摩羯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 被践踏过一回了 还记得吗过去蛮多冥王心有相位的时候 我常常有时候讲到摩羯会很心疼还会哭还记不记得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摩羯很辛苦的转型期 现在不一样我觉得毛毛虫已经变蝴蝶了 摩羯座们 但是你们变成蝴蝶以后 你们有新的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 你也会看到新的自己 比如说当毛毛虫的时候在树上爬 当蝴蝶的时候 哇你一飞 然后就发现原来我可以飞 原来我会飞 这个自我发现也吓了摩羯座一跳 原来我可以这样 或你在冥王心三王心 新生相位冥王在你命崩的这个时候 很多摩羯会被指派新的任务 那个指派新的任务也会让摩羯发现了自己 哦 别人是这样看我的吗 哦 别人是这样对我的吗 但是好的一面是当他这样使用你 我用使用两个字 当他这样使用你就知道 哦 原来我是别人心目中能做这件事的人 这个是往好的方向讲 可是有时候也会发现 有的人对自己的方式就是 没有把你看在眼里 因为摩羯 自尊心也很高 冥王心在一宫 其实你非常在意别人是怎么对待你的 是怎么看待你的 是把你放在哪里的 如果有觉得被冒犯 被摆错 你别人用不合时宜的方式对你 而你也不想要再继续的忍耐 或怎么样微微诺诺的 或者是小心翼翼的 你也不耐烦了 你也想重新过一个做自己的引 你可能有暴冲过 在前一阵子到现在 你暴冲 然后你也会发现 哎呦暴冲得到了好结果 的话 那你暴冲犹豫 因为会得到好结果 某程度也是摩羯主动的告诉别人 你不可以再这样对待我了 或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摩羯自己也会做出很多改变 一公 人生改变 改头换面 改变脾气 改变自己的面对事情的角度 我们刚刚讲了 甚至于从以前的微微诺诺 他当然不觉得自己微微诺诺 那个也是摩羯的礼貌 好不好 那也是摩羯的 我得 因为他先看到责任 他先看到他该做的 所以他就会给你一种 闷吞吞或微微诺诺 或胆小的样子 或者是 很保守的样子 可是 现在他知道这一套 不可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 这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未来 这已经影响了他 影响到他自己的心情了 如果一个摩羯有没送的地方 他应该就会开始改变 是不是 摩羯座如果觉得我对 也给我一个心心 我上瘾了 一直跟人家要爱心 对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那尊严要谁来给你 自己啊 自己争取 唯有改变你的态度 才会震动到别人 才会让别人吓一跳 原来你不是省油的灯 原来你有脾气 原来你是 不是这样想的 我懂了 我懂了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以前你都没有表达 我当然就会误会 现在你讲了 我就知道了 知道吗 摩羯座同学 知道了吗 所以你得要 你先从自己改起 不同于武功 处女座 我说他连换个发型 换个衣服都有用 我觉得 一功 摩羯是一功 所以你要改的话 是你自己 面对外界的方式 所以要调整的事情 其实蛮多的 某种程度很多人 也会觉得摩羯 变了个人 变了个样 跟以前不一样 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周遭有太阳上升 摩羯的人 跟以前不同 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你觉得他变脸了 那某种程度是 他也忍很久 知道吗 而不是变脸 他忍很久 他早就想这样做了 他最近终于勇敢了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要尊重摩羯 那摩羯也 改变得好 对不对 自己觉得变很多 好 下一组就是我们的 风向星座 双子天平跟水平 哇 这个冥王星 可是在你们的水向宫位 水向宫位的话 我个人觉得 对风向星座的挑战 是比较大的 首先第一个表象 就是内耗 所以风向星座 双子天平水平 一定有很多的内耗 那个内耗也包括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的耗 比如比方说 你家里有什么事情 在耗你的能量 然后你的某一种 看不见领域的一些事情 在耗你的能量 也许是你有很多秘密 也许是家务师不想见光 那也有可能是心理问题 就是你的心里非常多的忧虑 非常多的不平衡 非常多的 可是又不想讲出来 因为不足为外人道 有什么好抱怨的 然后这种内忧 有时候也会成为外患 就是内耗加外耗 你有可能就变成工作过劳 然后过劳又不能不做 因为除了你没有人可以托付 你也觉得势必公轻 或很倒霉的只有你能托付 只有你自己能做 就也很倒霉 但是冥王星在这些水上工会顺行 他必然会带来改变 因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所以必然带来改变的原因 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你俩工 第二个你生病 所以你是哪一种 或第三个你疯了 比如说很焦躁 而且那个焦躁是藏不住的 所以这个冥王星在这个地方 如果让风向星座双子天平水平 很不舒服 你们可能外表整尊好好的 但是我们刚刚讲了 那个快疯掉 很躁动 肯定有 不知道你藏的好不好 但是真的不能再藏了 我也不是说叫你发病 叫你把它泼出来 不需要不需要 但我要让你知道 你内在是有一个漩涡需要去处理的 然后以及你的确有过劳的迹象的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对自己好一点 有些东西该割舍要割舍 那个你倒霉的 得盖瓜承受的 说不定你可以不要那么倒霉 你讲出来 或者是勇敢的怎么样 反应就有回应 所以你要改变你的 一直内耗的那种模式 这是风向星座 对不对 不能再藏了 风向星座很累 我相信我相信真的 光看这个冥王星你们是最累的 当然别的星座有别的星座的累 等我们换一颗星来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下一个也有下一组的累 可是光讲冥王星 现在你最有感的这个时候 风向很累 所以风向最近有点不正常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看的风向 都蛮能够保持一个外在的OK 让你看不出来它有状况 但是最近有一点点看得出来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说话的节奏忽然变得很快 或者是比以前不能忍 或者是它看起来油脏感冰 或者是看起来老了一点 或者是讲话忽然声音大一点 或急躁一点 或特别乐观 特别神仙 急躁 当它特别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你风向星座特别怎么样 你就知道 你的状况不正常 这个冥王星的某一种旧的方式要割舍 要扬气 好 那我们来看三组 就三个星座 好 我们还是要感谢Skin Essay Skin Essay是美凤姐代言的 它也是韩国顶级保养品牌 今年10月在台湾上市 那有专业肌肤修护配方 那使用上不粘腻 好吸收 而且味道非常的舒缓疗愈 那这个是他们的晚霜 就是睡美霜 它原名叫书眠夜间修护霜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睡眠 因为它有薰衣草配方 然后让我们肌肤夜间 可以得到很多的护理补给 而且有比非得势 去提升我们肌肤的活力 抗老修复 抗老修复多么的需要 然后再加上它 它有世界级的生态吸收技术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 就是传递那个营养成分 到肌肤的最深层 美白滋润我们的肌肤 然后上面还有刮砂片 刮砂盘 可以搭配按摩霜使用 放松你的肌肉 消除水肿 如果你一早起来用这个刮一刮 它是这样吸上去的耶 它是这样吸上去的 很厉害吧 然后它霜的质地也很棒 味道很好 很水润 好 那我们这个10月上市嘛 所以我们就有个优惠活动 在我这边announce 10月31号前 你如果到skin assay 去官网订购的话 OK 它打发发折 而且免运费 然后再加上你是我们占星帮 输入折扣码 可以再折100元 然后呢 除了这个睡美霜以外 它们也有美白霜跟紧致霜 包装都很漂亮 美白霜紧致霜 那 那个我们今天会送出视频给大家 所以大家适合公开分享 然后留言你保养肌肤 脸部保养你最在意什么功效 留言告诉我们 下礼拜三公布得奖名单 有四位同学可以得到 美白霜跟紧致霜哦 那美白霜紧致霜也比较适合 年轻肌肤啦 我觉得 那年长一点的肌肤 这个睡美霜绝对够你用 晚上 你第二天起床 再洗脸 还是咕溜咕溜 没有干干的感觉 这很重要 我擦过一些干干的就会很担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冥王星有一个特质 就是断舍离 我们放下了过去的方式 我们断离了过去的模式 我们重新开始 重新做人 虽然 重新做什么 会比较好吗 我们不知道 但是 重新就有重新的希望 而且一定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至少知道 以前那个方法不好 不合十一 最近 那个不合十一 很明显 非常明显 所以 你根本不用 你根本不用去找 你一定有感觉 好 那对 风向星座的双子座来说 这个冥王星在你的八宫 冥王星在八宫 搭上木星逆行 在你的命宫 所以 首先 我觉得很多双子座 可能你也感受到 那个木星逆行 的一种隐隐约约约的力量 比如说 别人可能放在心里不说 但是 他们会 有点像翻你的旧账 比如说 倘若你做 做什么事情 别人就很容易飘出 以前就这样 怎么现在还不长进呢 就 第一 比较容易被看到缺点 如果你做错事 你就比较容易被看到缺点 那连做对了 可能也很容易被挑毛病吧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木星 因为我们说 他的泡沫消失了嘛 所以如果 木星 双子座得到的是泡沫 比如说 之前过度的被称赞了 现在可能就要还原一下了 那就 你就会觉得 不是不lucky 你还是很lucky 但是那个lucky度 稍稍减少 稍稍减少 所以这当然是第一个 双子座的人要有感觉的 就是 好 那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 比如说 他觉得我太浮夸了 太用力了 还是太紧张兮兮了 那我就 不要那么紧张兮兮 我就不要那么焦虑 我自己也收一点 你自己收一点 你也会比较 不会让别人有 对你有意见 因为 你少了那个泡沫 就是第一点 双子座要注意的 第二点就是 我们明王心顺行 再发工 发工这个工位呢 当然第一个 他会跟我们的 那个 跟投资理财等等 那些事情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有 这种保险啦 贷款啦 这个也务实的 发工务实的那一个层面 你可能有这个 你可能有这个 钱的事情要处理 而且你也必须处理了 你也不能再用以前那一套了 以前那一套不合时宜了 比如说 也许你的技巧被破解 你再用这一套去 捡一个价钱 再用这一套去 想要赚多一点钱 好像不对 你要换新的一套 跟钱有关的 第二个跟 八工也是 七工的二工 所以他也是 别人怎么定位你 如果你想抬升自己 你值得 你的气场 你的木星 也让你更抬上一阶 就算潮水退去 对 反而让人家看到 你更上一层楼了哟 潮水退去 我还是稳如泰山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消退 对不对 我们说 木逆不代表消退 你要是实至名归 你就是有这个位置 那既然我有这个位置了 你可能也可以去提 你的升降 比如说 以前 我还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对我 你可以用这个价钱 跟我商量 可是我现在是这个位置 你价钱要高一点了 你可能要对我 礼貌一点了 就是别人 别人怎么对你的这件事情 也在改变 第一个当然是 你主动的告诉别人 要别人改变 第二个是 别人也会有他们 对你的另眼相看 好 这个另眼相看 有可能是好的 比如说 他们看你的确 比以前尊敬很多 他们的确不敢再把你当 阿猫阿狗看 往好的方向讲 你的分量已经有一个 明显的提升了 别人的确不敢小看你 也会比较尊重 会在很实际的层面上感受到 可是有没有被看扁的呢 或者是泡沫消失 然后掉下去的 也有啊 别人也会用他们的冷漠 来对待你 叫天天不应 叫地人 比如说你要找谁找不到 你要请谁请不来 也有可能 所以 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个压力 这种别人怎么看待你的压力 那就是你要改变你原来的 跟人相处的模式 或类似你可能要大方一点 你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要用更大方 更不计较 更不在乎盈亏的方式 去面对跟八公有关的事情 你才能解除这个危机 比如说放下身段 倘若你是有危机的双子座 那你就要可能比过去更放下身段 而不是端着身下 我们刚刚讲可以端的 当然是他有资格端 那但是一直在端 却没有得到好结果的 那你就知道你要放下身段 越谦虚越好 以前那一套高高在上 或者是避逆群雄 那种感觉不合时宜了 我相信很多双子座 已经在改变了 这只是最后一波 好那下一位就是天平座 天平座的话冥王在你的四宫 天平座的挑战真的很大 以这个冥王四宫来看 因为他在大地震 他在动摇你的地基 他在动摇你的国本 类似本来有安全感的地方 都没有安全感 对吧 那当然原因是 用了错误的方式 以至于这个安全感就消失了 本来可能有 你的条件没有不好 可是状况可能就把 你往这个方向推进 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隐忧 这个隐忧只有你自己知道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 我年纪已经不好了 年纪已经大了 我体力已经不好了 或我在这个行业还能生存多久 这种所谓的不安全感 所谓的内心的那种黑暗面的东西 在酝酿 然后也会有一种 我再不改变 我就完蛋了 或家里的人事物让你很焦虑 再不改变就完蛋了 这是很多天秤座承受的压力 我甚至有一个朋友是 他的家人 他是上升天秤 他的家人现在在挨没 很直接的 很直观的 要完蛋了 就是 就是 挨没了 倒数 哇 那个压力有够大 很明显的 他很清楚 当这件事发生 或当 大地震发生 我将过着不一样的日子 很多天秤正在面临大地震 所以你 你有很多事要做 你要做的除了 找到一个对的方式照顾家里 照顾家人 你也要找到对的方法照顾自己 因为把自己弄垮 你也照顾不了任何人 所以你得要好起来 你得要强壮起来 你的心要强壮起来 那你也不要担心 不合时宜的一切 要割舍以外 也会有好的能量进来 比如说 也会有人很关心你 只是说用你很陌生的方式 那你愿意接受吗 你愿意打开心扉吗 你愿意告别原来的那个 不恰当的模式 我们说不合宜的模式 你总是觉得 我自己先惊在我的世界里 然后自己纠结 自己解决 你确定你要这样吗 你确定你要活在自己世界里吗 要不要把你的世界打开 我觉得天秤座 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 包括跟别人交心 包括去面对 你要面对的现实 有的摩羯 有的天秤也还在逃避现实 因为现实太害怕了 他太害怕去看他了 而且你们的内耗 加上外耗 内外交耗 天秤 那个耗的感觉会蛮明显 真的就是比较累 然后也搞不好真的会生病 就皮肤就怎么了 然后人就过敏了 或者是怎么样 要特别当心 因为事工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这也是冥王星的凌去求搏 我想 这一波 应该已经让天秤 劣根性都被看得很清楚了吧 你的优秀 扛得起很多大事 我们都看得见 你有你优秀的一面 可是 你的内耗 跟你的内部问题 也被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对吧 藏也藏不住啊 当然我们就会知道 所以打起精神来 用对的方法处理内部问题 包括强壮自己的心 不要老是那么容易的受到外界的侵蚀 别人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都会想很多 请不要再用这种方式面对外界 这是天秤座做得到的 请你改掉这个模式 世界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丑恶或不安全 没有 你先减少内耗 你先减少这种恐怖的想象 你会好很多 那个了不起的人 没有那么了不起 那个 你以为会伤害你的人 没有伤害那么大 很多事情跟你自己 过度恐惧 把他幻想太大 有关系 好不好 放下这个不合时宜的 自己恐吓自己 你听听别人怎么说 别人一定会告诉你 哎呀 那个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请你相信 你不要一直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或自己执念的 天秤座 这一点 这个疗愈只有你自己做得到 因为这不是外在可以给你的 这必须要你自己愿意改 好 那再来就是水瓶座 最后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冥王星在十二宫 十二宫就是给人家一种感觉 命运之轮 在转动 不知道你是被祝福的水瓶 还是你有造过孽的水瓶呢 也不能讲造孽了 我觉得这个十二宫 你一定很明显的有命运质感 有的可能是被某一种天罗地王笼罩 怎么了 真的有地震哦 有有有有地在摇 我的脸瘦到变三条形 乖乖 我答应大家 身体瘦 脸让它胖回来 我会做到的 因为你需要给它一个时间 地震地震地震 好好玩哦 对 我们我们在直播当中一起经历地震 而且这个不是上下跳 这个是左右混 所以还好 如果是上下跳就很可怕 哇塞 我讲到水瓶座的时候地震 水瓶座你自己想一想 蜜蜜下高了吗 有 他刚撞到我腿 你会剪指甲吗 你们都不会 连我都不喜欢帮他剪指甲 他好凶 南投没有感觉 台北有点感觉 大家可以报一下 自报家门 你是哪里 台中呢 高雄呢 平东呢 好各位同学 我们来看水瓶座 那我觉得十二宫就是 所谓的业力果报 那好坏就会差很多 那你面对神和宗教 和天启和神秘学的方式 你也要撇掉过去的不合时宜 合不合时宜 你一定知道 你以前 因为我觉得水瓶座脑子 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觉得一步一步往上爬 水瓶座可能三级跳 因为他是天才 好可是 那你过去的三级跳 跳得好吗 像蔡剑瑶就跳得不错 那可是有些人可能跳得不好 跳得不好以外 还可能惹麻烦 因为在十二宫 那就不知道有什么麻烦了 十二宫的麻烦通常是 可能是天罗地网的 可能是 束缚的 会把你束缚起来的 比如说可能会坐牢的 可能是犯法的 或可能有小人的 可能就会有一些 狗屁盗造的事 你如果已经感觉到 挚爱难行的那些事 曾经过去两年以来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挚爱难行 出乎你的意料 那你就知道了 那一套不可行 你得换一套 你不换一套 你现在就会得到果报 现在应该会有明显的一些 所谓的十二宫的事情发生 那当然如果是好的 你是幸运的 然后被老天照顾的 因为十二宫也有可能是 我们刚刚讲神迹 或命运之轮 命运之轮在你身上施展 魔法棒 你没有想过要变 但是默默的 很多事情就促成了你的改变 那你也应该从善如流 你也应该要改掉 你原本的那种 躲起来也好 然后随便做也好的 不合时宜 你得认真的做 把那个以前那一种 以为自己不重要的 那个想法 很不合时宜的撇掉 所以有些水瓶 应该已经在浮上水面 或浮上山头 你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那个气势有差 那个气势很自然的 会跟你说话 让你知道你是该怎么样的 好哦 所以我们要重生改变 跟不合 改掉不合时宜的地方 都在 对风向星座的人来说 都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很内部的地方 那有时候 风向星座双子天平水平 外面整尊看起来好好的 他们可能如常的工作 化起妆来 也还是精神焕发 该做什么也是 好好的一整尊的 来跟你说东说西 然后你都看不出 他们有什么异样 但我相信他们内在惊涛害了 非常多的忧虑 而这个部分只有你能做到 以及你要学会安神 怎么样安神 怎么样安心 有几点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 静心啊 或者是类似给自己 几个一个时间深呼吸 然后或者是跟自己独处 或冥想 简单讲就是安静下来 强迫自己安静下来 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个月里面 你安静下来 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声音 你自己的潜意识会浮上 你的脑波里面跟你沟通 你的心也会呼唤你 他们都会给你答案 你的守护灵会告诉你 在水箱工位嘛 跟守护灵有关 好 那我们的今天的直播 两个小时刚刚好 就在这个时候结束 因为我们讲的是 明王心顺行 十月我就讲过了 那时候你可能还没有感觉 十月运势 现在月中 你非常有感觉 我知道 那当然人生的修炼 绝对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很多要修炼 而且是每天每天 我们好好的过完 今天还不够 还好 还要好好过完 明天 后天 大后天 活着的每一天 修行是修行不完的 好吗 我们一起加油 好好善待自己 跟着星象能量走 就不会错 然后也非常谢谢 Skin Essay Skin Essay 是美风姐代言的 那我们今天推荐大家 睡美双 那请到他们的官网 去订购 这次打88折 然后以及免运费 还有如果是我们的听众 我们还可以折扣100元 那喜欢的 想要试试看的 请把握这个机会 10月31号前 那四位得奖同学 下礼拜三会公布得奖名单 下礼拜三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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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